29岁小美,明明在线上游戏正式,27岁谢姓男子,两人相约逛一中街后,小美未痛想回家,谢陪小美返回朱屋,处在她上完厕所后,强行抱住她,抓住小美胸部并强吻她,小美吓得咬了蟹,杨称要拉肚子趁机冲出门,赤脚冒雨向超商店员求救,台中高分愿意强制猥褻罪,叛蟹一年徒刑,欢迎两年, 小美兼与谢姓男子到一中街用餐集逛街,她因肠胃炎身体不是想返家,谢开车带她到药局买药后,表示要与她一起回去,她一上楼立刻冲厕所,出来后谢表示要睡她家,并问小美能不能跟她在一起,谢将小美拉到床上,将她的双腿扳开,小美挣扎推开谢坐起来试着离开床边,不断说想拉肚子, 试着转移对方注意力,她趁机冲到门边,却发现谢将门两道锁都锁起,谢将小美抱起往床上走,敲完脖子,嘴巴还抓胸部,过程小美不断推打她,还用力咬对方手腕 小美趁机表示想拉肚子,抓着家里钥匙开门冲出去,当时下大雨,她淋雨跑到便利商店求救,想堵到柜台下方,店员帮她报警,谢的项链,手表最后人留在小美房内,小美指出,起初以为谢只是想关心她,若没做出那种事,也不愧对她反感,没有想到她是这样的人 台中地院法官将谢姓男子以强制猥褻最初一年徒刑,今年1月与小美达成和解,赔偿10万元,台中高分院法官宣告缓刑二年,谢姓男子涉行强制猥褻女子被台中高分院判一年徒刑,欢迎两年,脱报细资料照,分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